我们来为蔡总统加油 退门 加油 退门 加油 退门 加油 台湾 加油 台湾 加油 台湾 加油 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 让世界看见台湾 我们的台湾总统 蔡英文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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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后天 台湾人民 就要再一次 为国家的未来做出决定 这是今年 全球六十几个国家的第一场选举 台湾人 我们再一次向世界证明 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 一定会胜利 对不对 各位好朋友 1996年 我们终于能够第一次 直选总统 从那一刻起 国家已经还给 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了 大家说对不对 各位好朋友 一样是1996年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一条路 才从充满威权的借收路 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 台湾人民可以在这里 把自己的声音自由奔放 传达到背后的总统府 这就是台湾的民主路 不管你是绿的 蓝的 还是白的 只要你愿意 欢迎大家在民主路 一起上车好不好 但是 我们要坚定共同的信念 民主路 不回转 也不走回头路 我们的民主路 一直走 继续走华光 十年前 退回福茂 捍卫民主的太阳花旋印 五十万人也提居在这里 我要问一位 十年前 有来到这里的朋友 请举手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十年前站出来 台湾才没有陷入中国 但是十年后 不只支持福茂的政党要回来 也有人为了选举立场改变了 我要拜托大家 再站出来一次 守护台湾走向世界的路 好吗 现在的我们 可以回到故乡创生 可以走向世界发展 可以留在自己的国家 安身立命 而不是像十年前 年轻人只能茫然地步出校园 出社会的第一份薪水 只有22k 甚至是养习中国 有没有一时机会 我们一起证明了 民主自由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 民主自由是台湾生存发展的 护国神山 大家说对不对 不同政党的候选人 不同政治立场的朋友 每逢选举也会来到这里 这就是民主的台湾 我想问问现场的好朋友 三年前的四大公投 有来的 请举手一下 四年前的大选 有来到凯道的也可以举手一下吗 我要再问一下 八年前的选举之业 有参与的 请举手一下 我要谢谢大家支持蔡英文 然而我知道 很多人觉得蔡英文做得还不够快 不够好 我也知道 有许多年轻人觉得 需要国家更多的重视 年轻的朋友们 我跟你们一样 年轻的时候 一样的叛逆 一样的渴望改变 年轻的朋友们 我知道 稳健并不刺激 甚至在大家的心中 稳健过于保守 但就像你搭上一台车 会希望驾驶稳稳的开 照顾现场 而台湾内外的处境 必须在狭窄的空间中前进 在崎岖的弯道中前行 面对复杂的路况 你不会放心的把钥匙交给新手驾驶 面对艰险的车道 你也不会放手随意切换车道 甚至印象形式 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头看看这八年 加薪减税 长照幼托 居住正义 虽然有让人满意 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但是每一步都在往前走 改变就是要变得更好 而稳健可以带来改变 只要我们方向正确 脚步不停 我们就能抵达终点的说 对不对 我要谢谢大家 一路陪伴蔡英文 我们一起走了八年这么久 台湾也已经往前走了这么远 台湾也越变越好了 台湾终于自己做出第一艘潜水舰 我们的海宽号原型舰已经下水了 台湾的指数翻倍成长 超越香港恒生指数了 台湾的人均GDP也超越韩国了 台湾的绿电年度的总发电量 已经连续两年超越核电了 台湾的出口种子成长超过七成 对中国的出口占比 也降到21年来的新低 我们已经脱离 先走向中国 再走向世界的路径了 现在 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台湾 是全世界第21大经济体 国家的竞争力 已经是全世界第六名了 台湾不只是民主是亚洲第一 自由是亚洲第一 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个实现婚姻平权的国家 大人说对不对 谢谢台湾人民 给蔡英文八年坚定的支持 我们留下了世界的台湾 一个世界认识的台湾 世界认同的台湾 世界愿意共同守护的台湾 我也要谢谢台湾人民 给民进党八年的机会做事 我们不完美 但这八年来 蔡英文分分秒秒全力以赴 蔡英文守住的华人世界 唯一的民主堡垒 蔡英文跟和大家一起 让世界上架台湾 在这里我要深深的感谢 谢谢两千三百万台湾的人民 各位朋友 你们手中的每一张票 不只决定哪一位立委会帮你做事 更会决定哪一位立法院长在国庆日那天 担任主席站在总统府为台湾发声 未来的四年的国庆日 如果你希望我们的立法院长是昂首 过步走向舞台坚定自信说出民主台湾的历史 那么我要请你政党票支持六号民主金库党 你请你支持民进党推荐的立法委员候选好不好 蓝绿白2024决战总统府 主持人佩姐王时吉邀 邀请重量级来宾 及时评论1月13日 星期六下午3点半 开票选情 请锁定三立新闻网94要克宿